那赔上我 我现在没有钱 把你赔给我 方总 对于上一次的失误 我们再一次地深表遗憾 我们中方外贸 希望继续和临时集团合作 至于合作的条件 方式 您可以提 其实我这次 并不是代表临时集团 我已经不是临时集团的员工了 这是我的名片 好 好 谢谢 横之外贸有限公司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好啊 对了 我听说简小姐 离开了中方外贸 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我听梁明他们说啊 她好像自己开了一家面馆 面馆 好了 阿江 老板 搬过去 来一碗鱼带面 里面坐 好了 来 没有碗了 赶紧把碗拿过来 这就来 老板 我的面好了吗 来了 来了 里面坐 有什么好吃的 老板 里 里 里面坐 我在里面等着 谢谢 我扣你 您没回我 好 离开中方外贸以后 我的传呼号就没再用了 我也离开临时集团了 是因为蒙特纺织厂那件事情吗 对不起 跟你没关系 对呀 出事的时候 你已经离开中方外貌了 可是蒙特纺织厂是我介绍给你的 如果我责任心再重一点 在我离开之前 再叮嘱一下 应该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真的对不起 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 那 赔偿我 赔偿你 我 我现在没有钱 你可以说一个数 我可以打个欠条给你 我不要钱 把你赔给我 我让你加入横支外貌 横支外貌 是你的公司吗 对 不过我资金有限 所以一开始 没办法给你经济上的承诺 我能考虑考虑吗 不能 现在就给我答复 行还是不行 行 这是什么样的 坐下吧 我没问题 你给我 就说了 我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得那样子 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子 而且我当心只能去 你用力户了 sew装扇 是什么样子 你说 我这个样子 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子 还也有什么样子 老板 你说不能保证收入 那具体是多少呢 我只是想知道 我的基本工资是多少 老板 公司刚成立 有困难我能理解 我知道我不能要求太多 但是基础工资不能没有吧 老板 你找我 那个 打扫卫生 建伟总 这些发出去的信函 都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再看一遍 没有问题啊 这漏款是几要字 这个漏款呢 是字的大小不对 这下看出来了 昨天怎么没看出来 我刚才问你怎么没看出来 我只是比较注意新的内容 也就是说你讲话 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了 说的语气不重要 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经你手递给客户的 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 信封有没有粘好 寄出是不是属实都是 你的衣着打扮 谈吐举动所有的一切都是 老板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怎么了 你又不高兴了 我今天不只是气死 也累死 谁呀 谁把你气着了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他在中坊的时候 对所有人都很好 又宽容又大气 现在完全就像 变了一个人一样 什么样啊 先生 就是超级严格 永远都在找茬 动不动他就说我 工资都没发 有什么资格说你啊 对啊 我接电话他说我 他说你为什么就不笑一下呢 这样的话客户在那边 听到你的声音 人家都不想跟你合作 接个电话 还有啊 我填单子他也不说我 你检查过吗 嗯 这个单子代表你的脸面 如果你错一个字的话 其他做的再好都是白费 过分 好歹我也是大单位 不管是跟单员还是业务员 我都是个双料冠军 我现在在他这边 我简直就觉得自己 就是个废物 那既然这样 你不给他做了 出来 我们一起做老板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面店不出半年 肯定开分店 他说话吧就特别气人 我也真的是非常生气 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态度恶劣了一点 你呀 还是能受 行了 吃个苹果吧 消了气